花蓮市立幼儿园同样在今天举行的毕业典礼地点是在台湾原住民族文物馆 疫情之下孩子们结合网路剧还有现场表演方式呈现幼儿园三年的精彩回忆 也从市长威家贤手中拿到人生第一张毕业证书 市长也恭喜毕业生们完成人生第一阶段学习成果 愿勉励小朋友们要勇敢迎接下一个成长挑战 看口腔 量体温 上学检查不可少 老师打着主板一打一唱带来有趣的相声表演 为花蓮市立幼儿园第43届毕业典礼正式揭开序幕 而毕业生班级也特别准备了精彩表演 为了防疫需求 花蓮市立幼儿园9号上午以一起幸福为主题 除了在台湾原住民族文化馆举办典礼 也同步线上直播以视讯的方式 让无法到场的小朋友及家长都能一同参与 在这几年来我们疫情不断的肆虐 我想我们对孩子的照顾 爸爸妈妈费尽的心思 相对我们幼儿园的所有老师也是费尽的心思 怎么样让孩子的教育不要装断 学习的过程里面不要有衔接上的问题 其实这真的非常难 那我也要谢谢我们这几年幼儿园的老师 每天不断不断的在想要怎么样协助孩子们在学习上的一个过程 我们每一年真的要谢谢代表队 给我们非常强而有力的支持 每年至少三千万的预算 对于一个我们花内施工所来讲 真的是非常庞大 但我们也希望能够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被照顾到 我们减少所有孩子在私立幼儿园必须花费经费 我们用功力来出 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获得很好的教学品质 市立幼儿园的毕业典礼出席贵宾相当踊跃 除了多位华联市民代表及议员都到场为小小毕业生献上祝福 县长徐真卫及议长张俊也特别录制祝福影片 活动最后市长为家贤及贵宾们 也与小朋友一起唱出毕业歌勇敢的长大 为活动画下句点 也期望小小幼儿在日后的人生历程 都能快快乐乐的学习 平平安安的长大